新聞介紹來看是來自嘉義官的消息 五國市地七號發生到火軍大量死亡的事件 今年中的關心曾王瞭解 是不拜託到貴子高鐵 氣候變成也是任為惡紀來獨海 國富爲現場參與結果將在13號出爐 今年中的關心要求到警方家庭孫樂 也好又專門共同為何頂貴的主任心態主管 七號上午有收入學會教育 發生五國農場丹南平提供兵的水域 出現大量的肥肥體 懷疑有人獨居 環博教以及蔡英尚獎 電話關高河中島優管議員副町三 都入住環博教以及加義官警察局人員北斗 實地了解現況 電話關基層 希望的五國肥肥體都在10公分以下 不僅原因不明 水質和肥體都已經分別送翁 農有毒物試驗中心和水散試驗所減染 在僵硬結果也不出路進行 不便退卻死因 但是沒有拜託人為毒害 已經要求健康調外路口減失去 了解是否有不明人事出席 以及加強順路 我們所有的縣民大家一起來關心維護我們的環境跟生態 那這一次我們的環境跟生態 那這一次我們的檢驗報告要到13號以前才會出來 我們不敢斷言一定是都是患困 不過我們的警方一定在這段時間裡面也會加強巡邏 警方官說 不僅蝦鳥都已經百餘 如果蝦鳥將死蝦吃下去的肚子也會受到勘 他建議台湯跟家裡飲空管理所 在不是大長條的期間 應該打開現階段 比太時的水門讓海水流進來 維持五共設計處理多水狀態 最近新聞 蝦鳥 蝦鳥 採訪報告